从不锈钢瓶里到出来的粉末就是第三级毒品凯他命 刑事局去年11月接获勤资指出 有航空快捷包裹以数值为品项 自德国闯关入境 内容物极为可疑 经于海关合力检查 发现运毒集团将凯他命粉末装填在特制真空不锈钢瓶中 逐一开瓶后共取出13.7公斤毒品 市值约2500万元 由于家常毒品方式隐蔽特殊 明显是国际运毒集团新研发的运毒手法 黑帮组成所谓的运毒大联盟 以这个团购的模式 由一个主办派负责引进相关的毒品之后 那再来入股分章 我们掌握这个消息之后 也扣下了这些航空包裹 我们发现里面家常了13公斤的凯他命 市价高达2500多万 那由于我们这次就是打算要逃根溯远 要持续往上追 所以我们就拟定计划 不是以抓顾面拟货的车手 而是要持续往上溯远 来冠冠这个黑帮的经脉 所以我们采取了警舌出动 以获追人 而且以控制下交付的方式 我们部下了天罗帝王 让这个邮包持续来运行 以来查戏幕后的黑帮老大 果然也如我们所料 这个包裹机或这个四层的转接 四层的断点 他们利用包括洗车场的密闭空间 还有停车场的顶楼 来做交易的动作 交手动作 以逃避警方的查信 另外我们在追气的过程中 我们也发现 那歹毒啊 竟然啊 这个使用啊 跟电影 一样啊 这种高性能的轿车 来做这个运毒的冲锋车 以逃避警方的查信 那警方啊 在尾随之初啊 也是有尝到苦 但是我们运用 团队的合作 智慧跟勇气啊 也立即在杨梅地区啊 将这个犯险啊 全部逮捕到案 所以我们一口气歼灭了 由桃园地区啊 四大黑帮 竹田信唐 雪英帮 四海帮 及小南门帮 所组成的跨国运毒集团 这个走私毒品集团 就是由邦派所组成 而且是不同 不隶属相关的这个邦派 竟然为了利益 相互结合 成了组成了 这个贩毒的走私集团 可见邦派为了利益 它是不择手段的 那警政署也结合 各县市警察庭 成立扫黑专者的一个平台 扫黑专者队 会一波波 持续性的 针对黑道邦派 来在扫荡 我想从 最近的几个个案 所有这个诈欺 或者是毒品走私案件 都有幕后的黑道邦派 所隐身的犯罪情形 所以扫黑 打击犯派 就是我们在打击 炸击犯罪 以及毒品犯罪 是一样的一个方式 专案小组经多日深入追查 见实际成熟 持居票及搜索票 一口气分别逮捕 魏南等七名嫌犯 并查扣毒品凯他命13.7公斤 装填毒品的不锈钢 特制真空钢瓶48个 运毒用名车两辆 贩毒所得现金99万余元 行动电话实施等张证物 全案讯后将七嫌 依涉毒品罪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 记者李奇慧台北报道